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有話好說 我是張志雄 今天是中華民國十月十三號 今天晚上我們要來談的是新冠肺炎 從前年三月十九號算起 政府經過九百三十八天的邊境管制 在今天也就是第九百三十九天 正式解除邊境檢疫措施 不用居家檢疫 只要七天的自主防疫 讓大家好像感覺到 這疫情的曙光好像就要來臨 因為真的被這病毒 煩到 悶到 要命了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國內疫情目前看起來還是蠻嚴重的 今天我們邀請醫界專家 來替我們分析國內外的疫情 以及未來要如何防疫 趕緊來介紹今晚的來賓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新王醫院副院長 洪子仁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謝謝洪副 第二位要介紹是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心院區醫師 江冠宇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謝謝江醫師 第三位要介紹的是感染科醫師 林士碧孔醫師 志雄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在今天一開始三位來賓 因為我們解析之前 我們趕緊來看一下 今天相關的新聞報導 開心拿著先生送的花束 因為疫情延後 呼應的這對新婚夫妻 報名了開國門的第一團旅行團 要出發到泰國玩 好不容易在上禮拜六結婚了 今天當然是要去度蜜月啦 最期待就是去吃東央貢還有去海邊玩 很開心啦 第一次跟太太有機會出國旅遊 可是算是我們第一次出國旅遊 對 第一次出去玩 終於等到解封了 不用隔離 終於等到可以跟團出國 回臺免隔離的這一天 旅客們都非常開心 而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下午也到桃園機場 視察開國門第一天 機場的出入境狀況 總統表示 國境解封 代表一個新階段開始 已經請相關單位做好各項準備 投入拚經濟 拚復甦 我要利用這個機會 告訴我們國際上的好朋友 臺灣準備好了 歡迎光臨 邀請大家來臺灣 總統喊話 要逐步恢復到疫情前 一年一千一百八十六萬觀光人次 只不過美國國務院 目前將臺灣列在 美國旅遊指南分類的第三級 但臨近我國的日本 韓國都數第一級 恐怕影響觀光客來臺意願 他告訴他國人說 你到臺灣的話 他會有隔離的問題 那但是我們現在 今天開始我們入境零 加期就沒有隔離的問題 所以今天早上 我們也跟這個外交部的 這個北美師已經溝通過 那這個他們會請外管 把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隔離的 這個狀況 那告訴這個國務院 至於國內疫情在邊境解封首日 有新增了五萬三千三百五十六例 本土個案 比起上週同日上升了百分十四點九 創下這波Omicron B.A.5 疫情的單日確診數第二高紀錄 臺大感染科醫師李秉穎分析 新冠肺炎病毒 每隔三到六個月就會有新變種 現在臺灣打開國門 變種BF點七一定會進來 若要出國旅遊 密閉的機艙空間以及人潮擁擠 處都是容易傳播病毒的高風險區 我們看到國內解封看起來是一個好消息 一個正面的方向 不過畢竟國內的疫情跟國外疫情 整個是息息相關 我們還是要先從國外疫情先來了解 讓各位觀眾朋友了解 目前國內外的相關狀況 我們後面就可以比較瞭解未來 我們要怎麼樣來做防疫 一開始我們先來看一個整理的數據 我們為大家整理了 今年以來目前國外的全球疫情的走勢 我們看到這每一個點 他是以七天移動平均值的一個感染人數 來做一個統計 我們看到最高峰 就今年來講最高峰出現在 今年的一月二十五號 這時候的人是大概是三百四十一萬人左右 而在第二個高峰 大概陸續在三月多四月多 然後又緩下來之後 到七月二十四號 大概是一百一十萬左右的人數 到了這個這個月十月十二號 前兩天四十八萬左右的人數 這樣看起來好像是有緩和內 不過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江醫師 據我們姐 這個狀況看起來是真的 整個國內疫情都往下掉了嗎 還是有我們要去注意的地方 對 我們每波上次疫情都對下一波 還是會有個保護的效果在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當然還是要注意到說 因為現在是各國疫情 他之前經歷過畢業典五之後 那可能對於說社區的通報 已經不是那麼嚴謹 所以說各國我們看到那些資料庫上 那些確診數字 就當作參考 但是有些數字可能騙不了人 是 那基本上就是像是 那個住院率的部分 那大家看到這之前 我們也是經歷過很高的住院 可是現在在最後 大概在九月的時候又回來 這些都是列表列 那些歐洲 西歐國家 他們的住院率 其實有一個提升的狀況 尤其像是那個英國 像英格蘭的 那他們其實就說上一週 統計出來已經增長率 已經到了33%的一個住院增長率 所以其實大家去歐洲國家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擔心一下 那大家專家有分析說 是認為那這些那個住院率會上升 是因為那個歐洲旅行恢復 然後這些高尾度國家也是氣候變化 當然門窗會緊閉 所以說交流量會變得比較強 然後這些病毒 在國外的我們現在聽到很多各個各式各樣 奇怪的變異是什麼XBB 怎麼BQ點1點1 然後BF點7 然後BF點4點6 那大概其實在國外變異株的 真正的狀態 目前並沒有說是哪一支特別的 出來取代別人 目前沒有 沒有這證據 要超過百分之三十才回來 目前沒有這樣子 但是大概都會有發現說 這些變異株的那個X蛋白序列上 都會有一個那個R346 在這個那個蛋白質 那個點上面 在做各式各樣不同的變化 這代表說這些變異株在趨同演化 然後他們在找 集體找那個免疫逃避點 所以大家錯過 可能還是要打二加疫苗 可能才會說多做成保障 我們聽到江醫師告訴我們 現在病毒還在做學習 還在想胖 想胖 然後能夠怎麼樣鑽 不要被我們抓到 不過沒有關係 他想胖 想胖 我們也可以想辦法給抓出來 但是這還是需要大家努力 所以現在世界各國 大家也都關注 這樣疫情後續的發展 有些意見 我們也來看一看 來自於各國現在的一個想法 好 我們來看到的是 包括這個美國白宮首席的防疫 顧問佛奇 他說我們已經完全脫離了疫情 如果這樣說法的話 有點輕率了 因為今年冬季可能會出現 更具傳染力的變異病毒 而世界衛生組織WHO COVID-19的疫情還沒有結束 歐洲已經展開新一波的感染潮 督促民眾 同時接種流感 還有新冠疫苗 不能夠再浪費時間 我們林口長庚醫院的副院長 邱副院長說 國內疫情還在高原期 從今天開始兩週內疫情的趨勢 值得關注 我要請問我們的林氏璧孔醫生 現在是不是國際的這個病毒 就像剛才江醫師講 還在變來變去 而且他還在繼續的帶來新的一波的傳染嗎 國外應該是說 剛剛那個圖很很棒 他其實今年就是大概一月那一波就是BA1 後來有一個小小的BA2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今年七月是BA5 那我們臺灣其實都是落後一點點 那我們現在正在這波BA5 那可是看世界各國就知道 我們這波BA5過去之後 下一個故事是什麼 現在就是各國 每一個地方 現在沒有一個魔王出來 可是每一個地方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地方的 地方的一個病毒株 開始冒出來 我們還不是很確定 誰會是下一株大流行 大家各式各樣的研究都還在進行 他們有些出來一陣子 有些剛剛出來 那我要提醒大家 我們現在主流的BA5 他也不是一出來 他就馬上變成主流 他早在一月 他就在南非出現 可是當時因為前面擋著更厲害的BA1 BA2 他就沒有做大 那他就就此沉積了幾個月 可是當五月BA1BA2大概的人都感染過之後 他就冒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下一個會席捲世界的病毒株 他不一定是新的啦 不一定是還沒出現 也許就如同江醫師 剛剛那個名字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念的 那些病毒 有一個 他未來會發現最後他贏了 那可是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當然還在研究中 那我現在想講一個 就是我們臺灣現在的疫情 我很同意江醫師說的 我們現在看那個檯面的確診數 然後跟國外比 國外很多地方 因為他其實就已經輕症 可能就沒有這麼重視通報 這件事 那就像我們很熟悉的日本 其實從九月二十六號開始 他也已經不足力通報 所以你去看那個日本的疫情流行圖 你看九月二十六號之後就都下去了 那是假的 不要看 那可是剛剛江醫師說的 那個住院率很重要 那這是我們臺灣的 你可以看到這是醫療盟 在這個雙十節之前 他PO了這張圖 然後他在喊說 小心我們的專責加護病房 有點危機 因為大家看一下這個紅色 這個紅色這個曲線 就是佔床率 他看到在這個五月 當然是嚴重 這個佔床率到了 大概已經八十幾 然後現在又上去了 那可是你不要忘記看這個綠色跟橘色 因為我們現在開的ICU床數 沒有五月那麼多 那所以因此你看佔床數 當然比例 那當然看起來也嚴重 可是事實上 目前這個真正收案黃色的這一部分 就是現在重症的新冠病房 其實數字大概是到五月的一半上下 那所以這個比我們去看那個檯面上 現在一天是四萬五萬 應該會更準 因為重症比較不會逃掉 重症會到醫院 然後死亡這些數字 那我們看起來現在是的確有一波沒有錯 這大家都不會否認的 那可是這一波應該沒有五月那波這麼嚴重 那這個我們也符合我們在各國看到在BA2 BA1之後的那一波BA5 通常這個嚴重的波峰 他大概就不會有當時那波那麼嚴重 大概頂多五六成就很了不起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就是說目前國內的一個 今天的統計數字 今天的確診人數呢 本土病例五萬三千三百五十六人 境外移入六十五人 死亡個案二十九人 我們也來看一下這段時間以來的一個統計圖 我們看到這疫情走勢 一樣是七天移動平均值 這個高峰就今年來講 最高峰出現在是今年的五月二十六號 這時候有八萬多人 接著下降了 但在這幾天十月十二號又出現四萬多 當然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五 超過五萬人 我想請問一下 黃副院長 就您在醫院裡面管理 實際上的狀況 是不是也像我們剛剛那個林氏璧孔醫師 所講的一些家務病房 或者專者病房的出現的人數的狀況 有一個比較高峰 是的 我想目前的狀況 從這張臺灣的疫情走勢圖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基本上臺灣的疫情跟全世界相比 我們就是大概落後四個月左右的時間 所以當我們的這個高峰期 在第一波是五月二十六號 有八萬多例 那是在VA2跟VA1的這個社區流行的時候 然後到了這次的這個八月份 第四週以後 整個疫情又上來 當然就是以VA.5為主流的流行變異株 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我們在前兩天好像似乎看到 連續三天的這個確診病例數 有較上週同期下降 但是我就提那是一個廉價的效應 但是今天很顯然的到五萬四千多例 比上週同期已經增加十四Percent 這代表了就呼應 剛才孔醫師講的就是說 從醫院的專責病房跟ICU去看 他目前的使用率似乎是會比這個 目前確診跟案數四萬多例的情況 會來得高 換言之 我覺得在這一波的VA5的不通報 就是媒體喜歡用黑數的這個比例 那是比上一波要來得高 但是我覺得這個無可厚非 為什麼無可厚非 因為第一個 我們的政府也好 醫院醫療的量能跟民眾的心態 在前面這五個月已經做了輕症調適 其實一個最最佳化的調適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民眾本身在經過五個月以後 他發現說他對於這個確診的 這件事的可控度比五個月前強得很多 就是心理素質要高出很多 他會知道說我該怎麼去處理他 我該怎麼樣去避免傳染給別人 那只要說 譬如說他有的是他不用請假的 他可能也沒買 沒沒有買保險的 那這樣的人他可能他就選擇不通報 但他可能就是自己在家裡面 就是自我居隔等等 所以目前的這個確診跟案數 我覺得是比實際上來講的話 會比上一波的黑數又要來得再更增加一點 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再來看一個統計的一個數據 我們來看一下臺灣本土病例致死率 我們看到這個有一個高峰大概是在這個 第二十一週 應該算二十二週左右的時候 到現在後面慢慢的掉下來 我比較想要請教一下江醫師 就是說如果就這樣的本土病例 致死率可不可以去解讀 是說目前的疫情的一個 因為假設有黑數嘛 那致死率是不是可能是一個 我們也可以去判讀說 現在疫情相對之前算是比較輕 但是是不是也是一個高峰的一個狀況 因為其實還是要承認一件事情 我們臺灣是高齡化社會 那所以其實有些 我們現在專制的病房 雖然我們中心院去 現在並沒有擴增病房的情況 現在還是只有一間病房 大概是十五到二十張床 現在是滿 然後裡面處理的病人 都集中處理一些 比上 比那個之前 那種在住院標準比較寬鬆的時候 還更不好處理的病人 都在裡面 會比較累 在裡面 這次會比較累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那個所謂的病死率 都是所謂延遲指標 那我覺得現在目前也看到邊際效應 因為我們現在也是 就那幾個 比較 狀況比較差的病 卡在我們的病房裡面 所以我會覺得說大概 如果看到邊際效應的話 如果 就是說那種增加的曲線 不是那麼高 那大概就是會維持在這樣的一個高點 但是病例數看起來是高 但是致死率開始有穩定的下滑 我認為是先 先這樣看 如果說後面再有變化 那代表說疫情可能有 有另外一些變化了 對 另外一個 可能我們要來關注的點 就是重病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這中重症 目前的狀況 以今年一月一號到十月十二號 本土病例 總共六九四七一一五二的這個數據 六百九十四萬七千一百五十二例的 分析來看的話 我們看到中重症的一個人數 我們看到輕症無症狀人數 整體來看這個數字 跟中重症來講話 我們就來看這比例好了 輕症 輕症還有無症狀的比例 大概是百分之九九點五七 中重症的比例事實上 大概中症是零點 百分之零點二五 重症是百分之零點一八 我想請問林氏璧孔醫師 如果就這樣來看的話 臺灣的中重症的狀況 是不是 我不知道您那邊 有沒有跟國際的一個比較 這樣算起來是不是也算是 真的控制得不錯 差不多 差不多 各國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特別是我們剛剛跟副院長的討論中 我們有點懷疑 這一波的黑數會不會比較多 可是假如分母黑數是變多的時候 理論上這個致死率重症率 看起來應該要偏高才對 可是其實我們看這一波 最近九月以來的BA5 跟我們之前的BA二點七的這一波 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沒有跟別人差太多了 那特別是這個 這張 就這張 對不起剛剛的那張 就是前一張 前一張 那個我們的致死率 他反而是從五月開始是下降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是我們其實疫苗是越打越多 長輩又去打第三劑 第四劑 然後另外是用藥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五月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一定要PCR才能用藥 很多會來不及五天內給 可是後來 其實我們上軌道之後 特別是 就是快篩羊 比方說一些護理之家 就可以直接給藥了 那上了軌道 藥也買足了之後 我們給藥的比例 指揮中心有整理過嘛 相對於很多國家 其實五天內給藥的比例是高的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對於這個 比較不容易走到重症 是有幫助的 好 透過幾位專家醫師 在這樣子跟我們解析之後 我們大概知道現在還是嚴重 但是大家樂觀 因為整個趨勢看起來是下降 而且國內的醫療真的很讚 好 大家可以放心 那如果這樣子一個底 我們大概知道之後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今天這個解封 到底是怎麼樣的措施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自責報導 送走十二號最後一位入境旅客 桃園機場人員開始進行各項防疫設施 清除作業 國國邊境十三號起解封 入境改為零加七免隔離 淘機運作恢復常態 淘機動員數百人移除防疫相關設施 相關檢疫人員也脫下穿了近一千天的隔離衣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十二號深夜前來淘機 視察邊境解封準備狀況 認為動線安排沒有什麼問題 王必勝表示 快篩紙箱堆放在入境長廊 影響美觀 希望快篩發放的位置 還是要再注意 學三號零點起 淘機調整相關防疫措施 取消防疫健康憑證審查 撤除分流動線及指標 開放淋浴間等 機場歸位 恢復疫情前營業時間 別離商店與數十業者恢復二十四小時營業 不過傳出部分航空公司 對機組員的檢疫規定 與指揮中心有落差 王必勝表示 員工有意見 可以跟公司反應 也可以跟指揮中心討論 只有一個規定 就是一個指引 那至於說個別的企業 那他們要再加強一點管理 或者是什麼 那只要不是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那就有企業去自主了 此外淘機也提醒 即日起旅客可搭乘機捷 客運巴士 計程車等進出機場 排班計程車 恢復跳表計費 國道客運機場路線 頒次增加七倍 高鐵也祭出七折優惠券 給外籍旅客使用 記者 詹淑雲 正惠人 無機槍 綜合報導 好 我們也來看一下 政府現在在邊境的管控的部分 雖然他是一個零加期 不過還是有做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是怎麼樣做處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從今天開始零加期的邊境開放 機場檢疫 要怎麼樣做調整呢 從你一下機之後 就會先發放四個快篩給你 同時會進行的是防檢局的非洲豬瘟檢驗 然後疾管局的發燒篩檢站 這個地方就會看看你有沒有發燒 所以說有發燒的朋友 還是不好意思 你還是要進入相關的檢驗 去確認你有沒有確診 然後就進入國內確診的 這個檢疫的一個模式 好 那沒有的朋友呢 OK 恭喜你 你很健康 就會進行移民署的證照查驗 然後接著去拿行李 然後就可以通過海關檢查 然後終於回到我們寶島 然後呢 你就可以搭防疫計程車 或者是各種車輛 或者是你自己開車 或者是親戚朋友 也可以來接你啦 反正你沒有症狀都很OK 當然這整個過程呢 也會做相關的衛教 我們政府還是針對這個 還是有一個配套的措施 不過回過頭 我要先請教一下 洪富 如果依現在零加七 很多人就會感覺說 感覺這樣就可以放鬆了 我就已經不用擔心了 是不是真的這個樣子呢 我想當然今天算 也是歷史上的一天 因為我們睽違了九百三十九天後 總算邊境開放了嘛 所以但是我要跟大家先講 第一個觀點 邊境開放不等於疫情結束 邊境開放不等於疫情結束 今天的邊境開放只是我們基於說目前的國外的疫情 在低檔的一個情況之下 而且都是VA5在流行 而且我們應該要慢慢跟國際接軌 所以我們開放讓境外的人現在可以入境臺灣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在這個過程中 還是有管理的 有什麼管理 你下飛機 你還要有四劑快篩 旅遊過程中 你有任何的不是 你還是要自我去篩檢 有沒有確診 所以不是完全放鬆 完全沒有管理 不是的 只是說我們過去要居隔的這種限制人身自由 把你居隔的這樣的做法 不做了 但是我們就回歸到什麼 回歸到說說 我現在講後疫情時代 你要回歸到以前都是政府 在幫我們把關這個防疫的作為 現在就是落實個人的自我責任 個人的自我責任 你要對你自己的健康監測 跟風險評估 自我去做一個判斷 那再來就是說 在這個開放的一個過程之中 我也要講的是說 雖然國外的可以開放現在入境 我們臺灣 可是我們本土的疫情 當然我們也秀了 其實我們現在還在高原區 所以這個時候 雖然邊境是解封了 我們民眾這個時候 不能掉以輕心 不能掉以輕心 尤其我們現在還在高檔區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還是一樣 你的口罩該戴的要把他戴好 你的疫苗次次戴的 還沒有去打的 尤其是長者跟小朋友 還是要趕快去打 因為畢竟國內的疫情 到現在是還沒有結束 這是民眾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是的確 洪富講得很好 這不是國家什麼東西 都要替我們做 因為慢慢大家這個疫情 已經放鬆 自己要負起一些責任 好 那當然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要趕緊為大家來看看囉 我們要負起哪些責任 來 從今天開始 入境的所有朋友們 免居隔 你只要做七天的自主防疫 沒有症狀的 可以搭大眾運輸工具 還有情有的車都可以做 然後取消縣團令 入境的人數上限 但是每週十萬人不過今天下午 總統蔡英文還有蘇貞昌行政院長呢 他們在機場的時候 有這個航空業者向他們呈勤 那據瞭解 這就是說這個公務機關 我們的政府已經表示 如果真的到那個上限的話 會考慮來逐步增加 然後免簽 非免簽國 可以申請觀光簽 或是一般的社會訪問 那在社區裡面呢 我們的教職員在學校裡面 教職員或是學生自主防疫期間 只要沒有症狀而且兩天快下陰性 就可以到學校來上課上班 那確診的朋友呢 沒有關係 七加七就是七天的 這一個在家裡面的隔離之後 再加七天的自主健康監測 另外在疫苗部分呢 擴大納入十八到四十九歲 接種次世代的疫苗追加劑 我想請問一下江醫師 就這樣子的一個防疫措施 你有沒有覺得有哪個部分 可能未來也要可以做一個思考 或者是進一步要去注意 或是也提醒觀眾朋友要來小心的 對 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是那個開放 然後會有個不太一樣的一個思維 在那邊 我覺得現在目前這些措施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首先就會遇到說 因為這個其實環境的部分 別的國家都有在討論 然後因為他們都不戴口罩 那就是要怎麼樣 把環境給降低感染的風險 他們冬天到門村會緊閉 你剛才有講過嘛 所以環境要怎麼做更加通風 還有大家知道 我們以前都覺得防疫旅館很危險 可是其實防疫旅館很單純 那都是單純的境外移入的旅客 現在防疫旅館全測了嘛 那所以以後的旅館 他就會有境外移入的旅客 那也會有國內旅遊的旅客 還會有那個像是那個商務住宿 那種北漂或上來的那些旅客 那同時混在一起住 所以以後交叉感染的風險 其實會更高的 我想問一個問題 確診的這個朋友們 他們叫七加七 對 就是後面有一個七天腰 自主健康監測 可是好像有些朋友 他們是在反映說 好像覺得後面那個加七天 他們在想說是不是可以取消掉了 還是減少天數 就您在第一線照顧這些確診民眾的感覺上 您的經驗呢 對 我自己也有確診過 那但是醫院的那時候感控的做法是說 我七天我就直接回來工作 我是大概1995回來工作這樣子 雖然我那時候還是兩條線 然後CT值那時候也是從十七回到二十三 那其實比較有證據說 一個人從確診到他完全沒有傳染力 這美國媒體過去包含到是十天 十天 其實事實上是四天 七天有點稍微線短 但是但也有說 其實你要真正說黃金證據說 你這個人沒有傳染力 是指說你的快篩 從兩條線變為一條線 所以說以後是不是可以再多思考說 就是我真正能夠完全解割 就是要說我兩條線變回一條線的時候 那主管可能靈活運用 那這個人兩條線變為一條線的時候 才是一個真正的職場 完全給他復工的狀態 然後不要能夠說避免說有確診 造成說七加七的關係 他缺工 那這個主管可以靈活運用 這些規定可以再想一下 所以加七的部分 真的可以再考驗一下 也許啦 沒筆 沒筆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家裡有這個確診的朋友 那當然他的家人 就是密切接觸者 那麼目前政府的規定是說 如果你有注射疫苗的同住家人 三劑 那麼就是零加七 就是你可以不用被隔離 但是你就是要自主管理七天 但是如果你沒有打到三劑 就要是這個三加四 我想請問一下 林氏璧孔醫師 那如果這樣的角度 是不是後面的那一個加四 或加七 你覺得是不是可能 也要可以思考看看 你可以說這些東西 從今年過年完 我們從十四加七 反而往下變成十加七的那一刻 我們就是要往病毒 與病毒共產 一直走下去了 而我們剛剛討論的 到底是確診的人 密切接觸的人 到底應該隔離幾天 或是怎麼樣 其實這一直都在滾動式調整 所以我覺得他最後一定有一個時候 會繼續往前的 比方說歐美其實遇到一個狀態 就是實在像這個高峰的時候 太多人缺工了 請假去了 那根本一些重要的 什麼飛機不能開 或是醫院就沒有什麼 太多人力可以輪替的時候 他們就只好把這些東西都改掉了 比方說一度就是五天就好了 然後戴著口罩繼續上工 頂多做個快篩 每一國有不同的規定 所以志雄你問我 這些東西該不該開 後面要不要取消什麼 我覺得其實都好 因為其實這就是 你要因應你國家的狀態 快篩夠不夠 我們今年五月一度面臨快篩不夠的時候 你想要以篩代格 當時沒辦法 可是我想我們現在應該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大量的以篩代格 讓社會的這個運作不要出軌 那可是也可以一定程度的防疫 而且又讓兼顧經濟 我覺得一定是接下來的方向 那我要呼應一下 副院長說的剛剛是我想說的話 被他搶走了 就是大家真的不要以為解封 這個邊境開放了 就是疫情已經結束了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只是現階段 我們已經體諒到現在 你本土疫情控制與否 邊境管理不是最重要的唯一因素了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裡開放 可是目前還是疫情的尖鋒 大家該做的還是要做 大家要聽 醫生跟醫院的高層 都告訴我們要注意 好 那所以要怎麼注意 我們也要來看看說未來沙醫婆 我們要怎麼樣跟病毒來共存 好 我們要注意是包括第一個 重症跟死亡率要控制在一個 我們可以控制的範圍 第二個 醫院裡面 醫療讓人也要很注意 然後要保護脆弱族群 還有一些高危險族群 自己也要更加小心身體的 這個健康狀況 另外篩檢就醫給要的管道流程 便利 還有正常生活經濟成長 我要請問一下副院長 就這些範圍裡面 還有包括說大家也會思考一個問題是 我現在是不是空氣流通 就比較沒有關係 因為病毒量比較少啦 還是說口罩好像感覺上 空間上感覺可以不用戴 您是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些範圍 我們要怎麼樣去思考 我想這張字卡 就是我在延續我上 剛才那個孔醫師講 邊境解封不代表疫情結束 好 那疫情沒有結束 疫情現在是什麼狀況 就是字卡寫得很清楚 前面兩個字叫可控 目前臺灣的狀態是可控 不是結束 什麼可控 就是整個病情的發展 都在我們的CDC的掌握之中 我舉一個例子 第四項 篩檢就醫給藥 這個就給他流程的便利性 沒有錯 我們在四月份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給藥的這個流暢度 沒有那麼高 又要PCR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情況 這是叫輕症適應期 可是你看到六七月以後 快篩羊 就給藥 快篩羊 針對長照機構 高風險族群 為高 高維的場域 立刻投藥 你看我們最近的週死亡率 雖然確診人數很多 死亡率一直在往下走 這就是一個告訴我們訊號 輕症適應期過了以後 我剛才講的政府 醫療機構 民眾的心態跟心理素質 調整到相對好的一個狀態 所以最近的話 你們如果注意看羅一鈞講的 雖然疫情現在看起來是在高原區 但是另外一個訊號是說 給藥的數量還不斷在增加 比在第一波的七八萬九萬的時候 給藥量都還在加 抗病毒藥物的給藥量還在增加 抗病毒藥物的給藥量增加 所代表的就是說 對中重症跟死亡的控制率變好了 這就是流程效率變好了 所以我們目前的疫情 是一個可控的族群 可控的狀態 所以第四項就是在講這個 志雄講到口罩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很清楚 我常講口罩令這個東西 一定要就是說我們的規定 規定就是說規定下去以後 執行要重研 規定可以重寬 執行要重研 怎麼講 我覺得在某一個程度來講 已經要比病毒共存 戶外的口罩令 我建議優先先做一個處理 但是呢 室內人潮擁擠 大眾捷運系統 可能短期內還是要稍微緊 還是要稍微把它維持住 就是這樣子 謝謝副院長 提醒大家 那另外一個可能大家也要關注的 就是疫苗囉 因為有一段時間 我們能夠好像覺得我們的治病或致死率能夠降下去 也是因為疫苗打得勤 那麼我們來看看這兩天疫苗 也是打得很勤 我們來看看打疫苗的狀況 快打戰一早就來了不少民眾排隊 準備接種第四季疫苗 十三號國境解封 不少民眾擔心感染的機率增加 就是要強打測試帶疫苗 臺中文型公園快打戰的工作人員表示 現場提供各種疫苗一起施打 但莫德納次時代疫苗打氣最熱 每天只提供一百劑隨到隨打 醫師表示國內疫情尚未緩和 近期因為畢業點五的疫情升溫 不少青壯族距離第三劑施打的時間 也超過半年而相對抗體不足 打氣比六十五歲以上的族群明顯提升 醫師表示預估國境解封後 打氣比以往提升兩到三成 雖然第四劑還是可以打其他的疫苗 但測試帶疫苗對於病疫株有較好的效果 而十三號後臺灣實施邊境檢疫0加期 但是民眾前往日本 必須打滿三劑 日本認可的新冠疫苗 才可以入境 任何一劑施打高端的民眾 必須要額外自費做PCR檢測 指揮中心表示臺灣的相關單位對著持續和日方溝通中 而高端公司也發出三點聲明強調高端疫苗是臺灣正式授予EUA的疫苗 並且已經配合 臺日雙方政府繼續協商 強調會為取得國際認證的目標而努力 基爾林健身 王龍濤 臺中報導 好 實際上透過我們的報導 可以看到上國內打疫苗的民眾 還算是相當的踴躍 不過在國外好像已經出現一個狀況 叫做疫苗疲勞 這是什麼狀況呢 江醫師跟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疫苗疲勞就是要打得很煩 就就就不想打了啦 打太多劑了 對對對 有些年輕人會有這種想法 但我覺得也無可厚非 那但是當然我還是要看 像這次次代疫苗的一個效果 那當然都一個社區如果打太頻繁 那個間隔密度太高的話 那次次代疫苗可能帶給我們的保護 效果增加 其實跟原本第四季 比較起來不是那麼的大 我說舊的 跟舊的比較起來 但是如果說我們間隔太久 那這個社區的保護力已經在降低了 你可能跟上次第三季打間隔太久的話 還是會給你足夠的一個 比方說是百分之五以上的一個保護力在 所以說如果你太久沒有打到 還是建議你要趕快去打一下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我們還是要看就是說 那個我們剛剛講不錯 打氣是不錯 但我還是要覺得說 因為我們的家庭 那個家庭醫師制度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好 我要講的是說是在老年人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時候說 我們有時候看到說 那個第四季 或是說次蛋疫苗 好像沒有成長那麼快 我們會很擔心 但是我們要分辨說有些老人家 他到底是這麼多沒有打 你們到底是說是可以打 他不想打 還是說他其實真的不能打 這個其實要區分 才能夠針對說那個道點 就是那個哪些族群 他是確實可以再一度在宣傳說 讓他去打 那當然我還是要講 就是說就是現在國外變異 剛才有講過 有去通演化的一個情況 都要找我們之前感染過 b點或b點五的話 好不建議起來的 先前感染的一些免疫力 那那些病毒在外面 他們可能會找一個 那個免疫的破點 所以你還是要打個二加一 再出去會比較安全 那國內的年輕人 基本上我剛剛講過 你隔太久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打 那如果說是那種撒三劑 那當然我們會有所謂的 Pan Omicron反應 這是意思就是說 我之前如果b點二感染過 那我沒有住院的需求 那下次感染也許抗體效價會差不多 但是老年人還是會降 為原本的五點五分之一 所以說比較起年輕人而言的話 就老年人還是要趕快把自帶疫苗給打起來 大概是宣導到這邊 我們再宣導一個 要打疫苗 但是這個疫苗 這個有很多種 而且全世界有很多種 我們趕緊來看看 這世界上的疫苗 目前的打法 我們來看一下 在美國八月三十號通過BF5病毒株的疫苗的EUA 所以從九月五號開始施打 而十月十二號五到十一歲 可以施打BNT的二架疫苗 來做加強劑 六到十七歲可以施打莫德納的BF5的疫苗 歐盟呢 在九月十二號核准BNT研發的BF4 跟BF5的雙架兩架疫苗來做加強劑 日本核准BNT生產的BF5的疫苗 用在十二歲以上 陸續到過四千三百萬劑 預計十月中開始施打 所以我也想請問一下 林施璧孔醫師 剛才大概江醫師是覺得說 鼓勵大家去打 那但是現在好多種要怎麼樣選 還是說您怎麼樣來看疫苗 是不是真的有效 我想一件事情 解釋一下這張圖 大家記不記得在 就在我們這裡解釋過 八月三十一 九月一號 那時候全世界就陸續通過了次 次代疫苗 可是美國跟人家不一樣 他特別做出來的BF5的雙架 那當時他通過的時候 他只有動物試驗 因為他的臨床試驗是要九月 才開始陸續做 那世界上其他的多數國家 包括我國 我們打的是BF1雙架 那他是有一個幾千人的免疫橋接試驗 可是幾個月過之後 大家看這幾個日期 這個公司 我覺得是美國的打氣不太高 美國到目前為止打了一千多萬劑的BF5雙架 可是他其實訂了一點七億劑 那看起來其實美國人沒有那麼想打了 剛剛江醫師提到的免疫猶豫 越打越多 很多人都懶得去打了 我都確診了兩三次了 你還要我打 那他們就沒有打氣那麼高 所以其實這些公司也陸續都跟其他國家 在申請 那你看陸續歐盟 日本 日本甚至買了一堆這個BNT的BF5雙架 準備要打了 那所以一定也會有人 國內有些人 就說我們流行的是BF5 你現在要我們打BF1雙架 幹嘛 那叫國家什麼時候去買 那我相信都應該可以去買 可是到現在我們錄影的這個時候 我要跟大家講 很不幸的一件事 我沒有資料告訴大家 到底BF1還是BF5 誰效果比較好 因為你知道就算是BF1 他現在也只有免疫橋接的資料 他沒有實際上保護力的資料 其實跟我們的高端疫苗一樣 那另外BF5就一樣了 他根本還沒有公佈他 他還是只有免疫橋接 日本前天通過了 我去看日本通過的條文 他送的還是當時送美國的那一套 他沒有新的 那再來這個美國十月十二號往下 剛剛我們這張表上說的 BNT下到五歲可以打 然後這個莫德納下到六歲 你以為他有新的資料嗎 沒有 他送的都是之前原始疫苗株的 那些兒童資料 完全沒有新的資料 所以我個人是有一點失望 那可是大家也不用太覺得怎麼樣 我相信再過一陣子 也許一個月 你看美國已經一千萬人打下去了 他一定會有大型的安全性資料 甚至有有效性資料會呈現出來 那那個時候 我們其實就可以知道 到底應該打BF1還BF5 那我相信我們的國家應該都會去買 那另外不要忘記還有剛剛 江醫師唸的那一群病毒 因為BF5搞不好疫情已經要下去了 那可是下一個病毒 到底現有的這兩個次世代 誰對他的效果比較好 現在是沒有答案的 所以因此我看我們臺灣 怎麼年輕人在那邊強打次世代疫苗 我覺得很怪 剛剛江醫師說 外國的年輕人就疫苗疲勞 我覺得這樣才是對的 因為你為什麼要那麼愛打疫苗 我們要真的回答 哪一些人該打疫苗 其實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數據 就是到底一個完全沒有 這個慢性病的年輕人 你到底防重症的效果 可以持續多久 一年嗎 會不會更久 那假如加個感染呢 感染加上三劑 也許可以撐得很久 你根本不需要次世代 我比較擔心的 反而是我跟洪富在這裡 這一年我們一直講 我們臺灣七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家 到現在我們錄影的時候 還有十七Percent的人 一劑疫苗都沒有打 這些人是現在我們開放之後 我還是最擔心的一群人 與其去追究 我們打不到最新的次世代 我覺得這些人打下他的第一劑 其實才是貨真價實的 可以增加我們社區的防護力 好 所以剛才林氏璧孔醫師 給了年輕人有一些不同的角度 反正我們有話好說 就是多元的言論 讓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但是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如果是比較高危險族群 脆弱族群 真的要想一下 打了疫苗對你有幫助 不過我想回頭要瞭解一下 請問一下江醫師 你們現在在醫院裡面 你第一線在照顧病人的時候 像這一波的一個流行的狀況之下 大概會出現什麼樣的症狀 基本上那個在BA點 我這邊還是以喉嚨的這邊的症狀 我還是說那種上呼吸道 那頂多在老人家重症點 會胸悶呼吸喘這樣子 對不對 那基本上 因為我之前有自己在臉書上分享過 就是說我們在一般的公共廠 比方說健身房 餐廳 甚至職場去量測體溫 這個有沒有必要 這個我覺得有點見仁見智 因為理論上一個人都已經到病程上 到發燒的時候 他應該是活動力降低 就不太容易願意出現在 這些公共場合 那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還是注重在一些 比較有效的事情上面 我們不要看到的 還是說以呼吸道的症狀為主 就連後遺症 也很看到是說以呼吸道的後遺症為主 那會發燒的比例高不高 那在病程之後 就已經他進到醫療系統的時候 可能才會有體溫升高 其實身高比例也不多 很多人從頭到尾 其實都沒有發發燒的 那這樣例如說我們進到大樓裡面 現在量測體溫 這個必要性是存在的嗎 如果說是發現都已經病驗驗的 有發燒 那其實可能他從其他整個身體 症狀都看得出來 對啊 所以如果說一個人正常常的 那你說一個百貨公司 加了紅外線在那邊 一天下來真的有抓 抓到人嗎 而且我是考慎這個點 而且可能有的 他確診他發燒的機會 就是目前呈現出來的症狀 在前期是不高的 對不對 所以這可能 好 確實今天 我是覺得說是有效的事要做 然後有些無效的事 那也許在我們臨家期之後 也許可以再通盤再檢討一下 是沒有錯 所以今天在衛福部的這個 CDC他們的記者會裡面 也有提到說這部分 是不是量體溫這件事 他們也會來做進一步的討論 不過下一個 我們要來請教一下 副院長 在你們醫院裡面 最近會不會有一種感覺是說 不只是說我們現在專責病房 就是連其他科的這個病人的比例都會增加 應該是這樣子講 除了目前的話 主要是這個COVID病人會住專責以外 那大家也不要忘了十月份以後的流感 這也是今年冬天的另外一個威脅 那另外就是說我常在講就是說 為什麼剛才孔醫師講說打疫苗 對七十五歲以上長者這麼重要 因為長者打了疫苗以後 他即使確診了 他會避免重症 避免重症 就是他送醫院的機率就減少 送醫院的機率減少了 我病床就可以挪給什麼 非COVID的病人進來住 其實現在我不瞞各位 講 現在在醫院裡面 最大的挑戰就是說 很多沒有COVID的病人 等待著要進來做手術 要做來進來做Cancer 治療各方面的治療 開刀等等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專責病房是十五Percent 必須要拿給COVID的病人進來住 這某種程度 就是說醫療有個排擠的作用 就出來 就是說COVID的病人多了 就排擠到一般醫療的這個需求 所以就是說 我們把這些重症的病人 如果保護好 降低 他們對我們中重症病房的需求 降低對醫療量的衝擊 某種程度 就是讓一般的民眾的 這個手術的schedule 有各方面能夠如期的進行 所以這個就是我常講的 我再重申一次 現在慢慢要回到個人的 自我健康監測 跟風險評估 就剛才講的 什麼量體溫 什麼那些公共場所 那個其實在現在這個階段 看起來已經似乎 不是那麼有效果 現在就是要回到個人 其實你有沒有確診 誰最清楚 你自己最清楚 你自己最清楚 尤其是這次發燒 我呼應一下 大部分都是低燒 而且不到一天就過去 就三五三七三三七八 不到一天就沒有了 所以你用用這個 有沒有發燒這件事 是很難去監測 唯有靠自我健康監測 風險評估才有辦法 我想請教一下林氏碧孔醫師 就是說 像剛才副院長 有講到說 可能就是原本一些疾病 我們也要再去做一個治療 但是是不是也有一種說法 是說因為已經大家都戴著口罩 保護得很好啊 所以就是那免疫或是相關是不是也有可能在這段時間 大家也要去注意 這個就叫做這陣子很長 因為我們十月一號開打流感疫苗 那這陣子很常有人提出免疫負債的觀念 那因為大家其實已經這兩三年防疫口罩戴上 勤洗手之後 很多這種呼吸道傳染的疾病 都消聲匿跡 幾乎消失 最常見的其實就是流感 我們流感重症 這兩三年幾乎看不到 然後夏天的小朋友的腸病毒也幾乎看不到 那可是呢 這個去年冬天之前 其實就已經有學者憂心忡忡的提出來 可能要小心免疫負債 因為這些病毒可以捲土重來 當你慢慢的放鬆了這些NPI之後 那去年北半球倒是沒有發生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在防 Omicron 可是這個原本只是理論 那今年北半球 南半球剛剛過去的 這個冬天已經被證實了 我們在很多南半球的國家 澳洲 智利 很多地方 他們今年的流感大流行 睽違三年的大流行 比前面最後一個冬天的流行還嚴重 然後那個在冬天還比較秋天的時候 就開始流行等等 所以其實這個理論已經被證實了 我們全部北半球的國家 目前都嚴正以待 要小心流感 那洪富剛有說 其實也不只流感 這個是已經在進行事 我們最近大家都變忙了 我老婆是小微科醫生 所有小科醫師現在都發現一件事 他們門診變忙 急診變忙 可是不是因為新冠 新冠只有一少部分 有些人發燒 一直驗 一直驗 都不是 然後趕快來 發現有人是流感 有人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有人是腺病毒 這些人都回來了 這些病毒都回來 我們要還債了 因為你想想看這兩三年 這些等於是在溫室裡保護的小朋友 他長大的過程中 不像我們小時候東感冒一下 西感冒一下 他其實就學習到了 怎麼對付這些病毒的方法 可是這些小朋友 從小就被保護得好好的 那假如我們要回復正常生活 這是一定必經的一條路 所以這個冬天真的家長們可能辛苦 醫生們也辛苦 可是這是我們恢復到正常生活 真的我相信應該是最後一裡路 我想請問江醫師 那你在第一線在照顧病的時候 也有看到類似的狀況嗎 對 有些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醫院就是一定要說驗過新冠 然後才能夠從黃區進到 看到你要分紅區 就是新冠住院 或者說是綠區的 那個一般的那個病房住院 然後那當然還是會有些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出來 那我想到 我們沒有跟觀眾朋友講說 你是哪一科的 我是整合醫學科 所以你的病患比較老人 老人 而且是臥床的 對對 那所以說在這個狀況上會特別明顯嗎 你是說那個在呼吸 仍然有肺炎的一個狀況 可能比較高齡的長者 就算很健康 但是也會有類似這樣狀況 就是說這段時間保護得比較好 所以他的一些疾病 可能也會在這段時間呈現出來 我們這邊看到其實都是 因為我們這邊老人家都比較虛弱 所以常常就反復的肺炎 泌尿到感染住院 那是很司空監管 但是就是說發現說 還是有肺炎住院的老人家 可是當初驗 不是那個COVID-19 這種比例有 有增多 因為我們有一段時間 就是有肺炎住院的病人 全部都不敢收到 我們一般病房來 都全部都在緩衝病房 或者說在那個COVID 專者病房去看 因為他們確實有驗到COVID 可是現在慢慢說 有些肺炎的病人 他還到我們一般病房來 所以確實就是說 有些其他的呼吸道傳染病 有其他趨勢 對 那最後我想要再來談到一個部分 就是說目前國內的這個治療 的部分 剛剛我們剛剛看到說 這致死率是降下去 可是我們也想要瞭解說 目前就國際或國內來講 我們的藥物的治療的狀況 我是不是想請教林氏 鼻孔醫師 你覺得目前國內的用藥 或是國際用藥 目前有沒有一些新的發展 用藥上應該還好 就是目前的口服這些藥 陸續有一些比較大型的實際上用藥下去 到底有沒有效 可以減少住院 以前我們只有臨床試驗的資料 那現在看起來都不錯 那只是值得提醒的是 我們知道有個藥叫單株抗體 可是單株抗體看起來不太妙 因為隨著這個變種病毒越變 越來越變 他動一點 那就失效了 那所以單株抗體 這個藥應該長遠 我們是不要投資太多 因為病毒變的速度實在太快了 那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用的很依賴的兩種口服藥 還有瑞德西韋 其實抗藥性都不太嚴重 那我想花一點點時間講 這個致死率的問題 那個最近因為選舉 很多人開始檢討 我們這兩年防疫 到底做得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很多人 其實會有點忘記 這整個防疫的過程 我常跟大家講 我們說什麼致死率 然後你拿現在 什麼說 紐約時報說 現在這段時間臺灣是確診最高 你不要忘記 我們是最後答題的人 我們現在確診高 我們還在逐利盡量確診 別的國家早就不驗了 所以你拿現在的臺灣 去跟別的國家 現在比是沒有意義的 那我常跟大家講 我們要看期末考成績是這一張 當然這個可能總成績 還沒算出來 那可是你就是看這個疫情 接近三年 我們不管什麼黑數的問題 因為我們就用全人口來比 你每百萬人 到底最後有多少新冠相關死亡 那當然這個界定死亡 可能多少還會有 有人說新加坡太寬鬆了 所以他看起來數字 才會那麼美 每一百萬 只有不到三百的死亡 那可是終究是可以相比一下 我覺得你只要可以壓在每百萬人 一千或是六百以下的國家 其實都是表現得不錯 那當然我們看到這前面 紐西蘭 臺灣 澳洲 很像 因為我們這三個國家都是前面死守 在Delta以前我們幾乎是完全把他擋在外面 幾乎啦 那Omicron才大量 因為我們發現他是一個弱化 比較弱化的病毒 弱 終於讓他放進來共存 然後我們那時候疫苗其實也已經打得很好了 所以最後又等到藥物出來了 所以因此我們最後的成績 是可以壓在每百萬人六百以下 我覺得大家不要忘記了 這其實是 我不能說是已經去選市長的 陳指揮官一個人的功勞 可是這是我們全體 大家一起努力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這一點 那你看 你看歐美各國 說他們什麼早就脫離疫情了 你不要忘記他們前面有多大的犧牲 你看這個是一百萬人 這個三千人死亡 英美 這是我們的七八倍 那他們早點考試衝進去 考個滑鐵爐 然後最後終於犧牲了那麼多 他們現在可以拿掉口罩 好像沒有事 可是我覺得這其實都是先後 我們看了大家進去答題 我們就可以做得相對比較好 我是說真的 你剛剛講這個真的 我有點感動的是說 你想想看我們中間有一段時間 兩百多天加齡 然後我們的死亡率 我們剛剛也看了 就是也都是緩慢下降 各位知道有多少的 像這些醫療院所的 你們這些醫生 或這些管理高層 可能是沒名沒力 在那邊撐著要顧這個 可能我們要去做快篩什麼的 我是說真的 我們要很感動說 我們臺灣的醫療體系 真的很棒 然後這些公衛人員 所有的 這是所有大家共同成績 當然還有我們所有的民眾 大家也都很配合 我最後只剩下幾分鐘 我是發自內心感謝所有的醫護人 我是不是也可以請三位 我們就最後時間 是不是談一下 今天這個 也不能講里程碑 就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是 一路走過來很辛苦 有沒有一些心情心酸 甘苦談 跟大家分享一下 洪富先來 心酸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在這三年的過程之中 我常講防疫的第一手 第一手就是醫療機構 那剛才孔醫師也講了 我們到目前為止 事實上來講 我們在目前的這個致死率 其實如果我用 他剛才是用這三年的成績 其實我有做一個統計 是今年一月一號 一月一號Omicron之後 只看Omicron的話 我們差不多萬人 每這個萬人的話 大概這四左右 那跟紐西蘭韓國 差不多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到目前來講 我覺得防疫的第一手 大家真的不要忘記醫療人員 在這邊的辛勞 感謝大家 真的 來 林士璧 孔醫生 我覺得就是這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段奇幻旅程 九百多天 部落客 旅遊部落客 林士璧失業 到這邊來跟大家分析 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度過疫情 那我相信我們已經走在最後 正確的方向 最後一里路 不要忘記走過的點點滴滴 最後一步堅持下去 我們一定會成功的 江醫師 你在第一線 有沒有一些特別感受 或者想到 我不知道 會不會也真的 我會覺得很多的過往的 這個病例 真的也要謝謝你們 因為你們讓我們看到了 要怎麼樣去防疫 江醫師 對 從那個疫情 當初我們就是有點 你看看國外在火燒的時候 我們就有點隔岸關火 而且到時候我們真正經歷 去年的萬華區爆發 我們有點類似說 哇 第一次這個狀況 我們都趕死對進去 那時候心情是很受 都衝擊 那到後面 當然中間有些過程 我們會覺得說 一直到BA.2 這麼一大波 我們會覺得說 過程好像有些地方 可以來做得更好 但是我相信 那都是大家都在投食問路 我們也蠻幸運 就是說投食問路 投得好像在一個正確的方向上 當然我們社會上 有些紛紛擾擾 但是我覺得說 還是一個持一個很中立的觀點 觀點來看 就是說我們看過這麼多的資料 的比較 我們還是要有信心說 不管別人怎麼講 那我們如果把我們自己給做好 那臺灣還是要維持在一個正確的方向上 你有沒有過那個 真的在裡面穿著兔寶寶裝 整個熱的藥命 累的藥命 可是還是盯住那種感覺 還是看他同仁也是這樣子 醫師 我覺得醫師其實還好很多 我覺得護理師是最可憐的 那他們是真的在去年萬化區 那那個很熱的時候 我們還在那個鎮壓 他們去幫他做篩檢 他們是真的在大太陽 想要帶病人 一步一步 然後整個白天 整個大太陽下雪 而且是八個小時 那所以其實醫護人員 尤其是護理師 他經歷過比我們更多的辛苦 包含說那些呼吸治療師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次的醫療人員 我們臺灣還是要感謝這些我們最珍貴的資產 真的感謝所有我們臺灣的同胞 所有的醫療同仁 當然我們要繼續拼下去 把這個防疫的狀況繼續做好 那讓搞不好又是一個新的臺灣奇蹟 感謝所有的來賓 也祝福所有的觀眾朋友 平安健康 大家身體快樂 謝謝 藏在我們周圍 這不是用來用來的記錄 這不是用來的 倫敦的廁所 如何協助創造了第一條地鐵 我們現在想想 100個房子比一條糟糕還要損壞 是誰把冷戰結合咖哩粉 變成柏林最愛的小吃